不單止只有廣州大範圍暫停堂食 佛山亦有不少地區停止堂食 6月10日順德區亦加入其中全區暫停堂食 封閉性娛樂場所暫停營業 如何落實防疫要求呢? 王曉黎來看看 6月10日佛山順德區發布的 《關於疫情防控的相關通告》中顯示 嚴格公共場所防控 卡拉OK、電影院、健身房、室內游泳館、酒吧、 洗浴中心等密閉場所暫停營業 今日上午記者來到順德區杏坦鎮進行走訪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順德區杏坦鎮的 這個星河國際影城 那麼這個影城是在四樓的一個位置 一出這個電梯我們就看到 現在影城的這個入口呢 目前已經是用這個鐵柵欄進行了一個尾倒 那麼整個這個影城也是空無一人 在這些鐵柵欄上我們可以看到有張貼著三張紙 那麼內容是關於疫情防控的一些相關通告 那麼其中就包含這個影院暫停營業的一些要求內容 那麼通告中呢特別有提到 以上的這些要求啊從6月1日起呢就已經開始實施的了 通告中要求全區所有社會餐飲服務單位暫停堂食 窗渡到店自取、外賣訂餐服務 記者對行龍路及德紅路沿街餐館走訪發現 部分餐館依然存在堂食現象 老闆你們現在沒有通知說不讓堂食嗎 有通知啊 那怎麼現在還有人在這裡吃飯呢 我們不記得,我們不記得,我們不放便 不放便 可以吃飯嗎這裡 可以 你們有接到通知說不能堂食嗎 我們也沒有通知,反正就相當於 畢竟你是開門做人意的 有些餐館店主表示雖然店舖內沒有明確要求禁止堂食 但近期前來就餐的顧客都比較自覺 打包帶走的訂單遠多於堂食訂單 但都是盡量也是打包 就說附近要摸就說三百人呢 山台就是附近隔壁三百人他就過來吃一下 自己也有這個意識嘛 今天也是建議打包 我看到新聞那裡都有順道那邊都有發出來 大部分都是外賣,這邊比較少上門 都看到新聞比較自覺 針對通告中所有批發市場,農貿市場 商場超市要加強通風,限制人流 提倡費現金支付的要求 記者走訪的超市店員表示 店內的消毒工作每日至少一次 晚上人多的時候都需要戴口罩才可以見到 通風之後每天晚上都有清理打掃 用那個巴士消毒水自己洗地 都是自覺的 雖然相關的要求公佈了 但是看來一些餐館並沒有真正落實好它 我們都將走訪的情況反映給相關部門 希望能夠盡快整改 防疫不是說一止通告 而是靠每一個人主動配合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